半夜的时间,华海晶在许青的修行中一路突破,直接就到了第四层。 这种速度极为夸张,也使得外面第七峰的弟子,内心震动,只不过第七峰的人大都喜欢隐藏波澜。 所以他们注意到许青的舟船是一艘新船,明白是新晋升的弟子后,大都回到了自己的舟船内,表面上不再关注,一切如常。 可实际上暗中已经开始打探,直至远处天边慢慢出阳抬头,阳光落在海面上形成刺目地光,扩散在八方时,乌捧小舟内的许青从潭系中睁开了眼。 目中的紫色光芒,这一次持续了足足十几个呼吸的时间才慢慢消散,露出了旗内的惊诧之意。 最后半夜的修行,速度上明显慢了很多,只是将化海精从第四层突破到了第五层。 可一夜之间达到如此程度,也是超出了许青的预料。 海山爵与化海精,可以相辅相成,许青觉得不可思议。 此刻坐在那里的他,看起来与昨日也有了不一样,原本伶俐的棱角,此刻也变得柔和了一些。 甚至隐隐的,还有一种出尘的气质,正慢慢地萌生出来。 这是化海精所带来的气息。 感受了一下体内此刻五十多丈的领海,许青深吸口气,想起了海山爵所说的一句话。 笑可搬山,奎能以海。 但他心底仔细地分析判断,最终他觉得之所以如此,海山爵的作用是一方面, 更多的缘故应该是自己体内经脉通透,没有丝毫抑制所造成。 就如同一个已经被打造的无比坚固的容器,不是刚刚接触修行之人的身体可比。 所以才会在初期时,能容纳大量的灵能涌入, 这也解释了为何后半夜修行速度有所降低的原因。 容器的容量并非无限,但从后半夜依旧还是突破了一层来看, 随修行速度有所降低,但也还是能支撑我继续快速提升。 许青思绪一番,眼睛里精芒一闪,这一夜提升的不仅仅是化海精, 它的海山绝也提升了不少,此刻距离第八层也都不远。 最重要的是,化海精内每一层都有记录竖法,于是它低头看向右手。 随着心念一动,一滴海水赫然在其手心内飞速形成, 刹那间就化作了一个头颅大小的水球,不断变化, 时而形成飞刀,时而化作小盾,时而变成飞鸟。 在它的手中,这水球不断地变化,根据海水不同的分配, 化作植物每一种的侧中面也不一样,威力上自然也有区别。 而在化海精玉简内,如这样的变化,从第一层到第十层,记录了不下百种。 其内散出冰寒的同时,更有一股属于近海的气息,能形成对敌人心神的震慑, 同时在威力上,许清略微感受了一下。 这水球内的爆发力,足以威慑他所见过的拾荒者营地所有宁气五层。 许清衡量了一下若没来气血同时的自己,分析后得出答案, 这种水球四十个以内,自己可以迅速斩杀。 可他感受体内五十多丈的领海后,分析得出可以散出五十个左右的水球。 这种数量,若在擅长变化,那么自己就要极为警惕,虽也能斩杀,但时间要久一点。 这已经很夸张了,许清海山诀看似七成,但与其他修行海山诀的人来说, 战力上相当于十层,毕竟魁影大成。 也就是说,正常修炼海山诀到了十层的人,面对第七风化海经五层修为的弟子, 斩杀时都做不到瞬间灭杀。 这一切,让许清对七血童的认知,再次提升,对第七风弟子的绵长与强悍, 有了更深刻的判断。 散修与宗门弟子,差距太大。 此刻的我,配合链体,有把握一柱箱内,将过去的自己斩杀。 许清低语,慢慢神色露出精盲。 虽修为没有太明显的提高,但战力的提升,让他觉得自己走在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上。 此刻清晨,阳光落下,顺着屋棚涌入舱内,使许清的影子在船板上形成,他低头看向影子。 一夜的修行,所有的意志都被影子吸收,这是他的影子。 此刻看起来比以往更为漆黑,若仔细去看,仿佛去覆盖的地方,遇寒了深渊。 此刻在许清的凝望下,这影子忽然动了起来,左右摇晃间双手伸开,握拳后又散开五指,周而复始,速度越来越快。 甚至还飞速地延长缩小,看起来极为诡异。 直至半晌后,随着许清神色浮现一丝疲惫,影子刹那恢复原样,一动不动。 经历了第二门考核,以及画海晶的突破,我对影子的操控也突飞猛进。 许清抬起头,望着外面的太阳。 半晌后,他慢慢站起身,整理了一下物品后,将灰色道袍取出,放在桌子上轻轻摸了摸。 随后,右手一挥,一滴海水形成,膨胀成了水球后,扁平起来,最终化作了一面水镜,折射出许清的身影。 水镜内的面孔,带着一丝稚嫩,清秀无比,蕴含了独特魅力,碎脏兮兮的,可目中的神采,如星辰一样,很是耀眼。 看着水镜内的自己,许清沉默了片刻,脸上露出果断,脱下身上的拾荒者衣物,露出修行海山绝后,精炼且比例完美的身躯。 左手抬起,向着水镜一抓,顿时那水镜就直奔许清而来,靠近后化作大量的水气,直接覆盖她全身,不断地冲洗中,黑色的污水顺着她修长的身躯流淌,蔓延脚下。 许清平静地站在那里,这是她七年来,第一次如此彻底地清洗身躯,因为她知道,如今的环境已改变,在贫民窟与拾荒者营地,满身污垢的自己,与所有人一样,所以不显眼。 可在这里,若还是以前的样子,会引起太多没必要的注视,虽说拾荒者打扮,会给人一种贫穷之感,但自己有法周知识,不是秘密,有心人一看就知晓,所以如果还去故作遮掩,意义不大。 所以,她脸上没有丝毫波澜,任由水气冲刷,渐渐身上白皙皮肤大范围的露出,脸上以及头发都是如此。 直至片刻,当全身最后一丝污垢消散后,许青睁开了眼,阳光洒入屋棚内,落在她的黑发上,落在她的脸上,似眷恋着不想离开,想要轻柔地流淌,全身,许青有些不适,退后几步使身体落入阴暗中。 阴暗处的身影,有着一头黑亮垂直的发,看起来十六七岁的年纪,斜飞得阴挺健眉,细长蕴藏着锐利的黑眸,薛薄清敏的唇,棱角分明的轮廓,修长的身材,宛若黑夜中,欲展翅的雏英。 冷傲孤青却又盛气逼人,截然独立,与少年脸上残留的稚嫩融合,使得她浑身上下,散发惊人的魅力。 许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手,将灰色稻袍的内搭取出,一件件穿上,最终换上了棕门发的鞋子,又将稻袍套在身上后, 她挥手再次出现水珠,冲刷船舱昨夜的血迹,直至彻底干净,走出舟船的许青,于阳光下,整个人焕发出难以形容的神采。 好似萌尘的宝石被擦去了灰尘,展现出耀眼的光,使岸边巡逻的侍卫不少侧目看来。 许青站在船上,眯着眼,似要去隔绝外界的目光,而阳光直接地洒落肌肤,也让她有些不适,可她明白,这是自己必须的经历,于是很快许青慢慢睁开双目,强迫自己去适应。 伴上后,她深吸口气,转身走下小舟,挥手间,将屋棚小舟收入瓶子内,在远处巡逻侍卫的目光下,慢慢走远。 今天,是她去补匈斯报道的日子,同时她也打算去港口的药铺,买一些炼制白丹与毒散的药草,她身上的丹药如今已经空了。 清晨的港口,很是热闹,来自一百多个港湾进进处处的外界商船以及第七封的弟子,使港口熙熙攘攘,来往人群不少。 大多数的商铺也在此刻开门,街头的行人也开始了一天的忙碌。 许青的到来,因其容貌的原因,吸引了一些目光,但对于修饰而言,容貌只是皮像罢了, 所以大都看了眼,就收回目光。 许青慢慢也有所适应,但走在街头的她,依旧还是习惯在阴影里前行, 同时在这前往补匈斯的路上,许青也注意到港口内开张的铺子除了药房外, 还有一些炼器作坊与客阵小店。 通过法州的预见,许青知晓不是美的弟子都能独自炼制舟船, 对于绝大多数弟子来说,往往是把材料与法州送去第六封弟子开设的铺子, 又或者第五封弟子开的客阵店去委托炼制。 关注了一下这些铺子后,许青打听一番, 直到了第七封补匈斯的地点,快不走去。 时间不久,一座灰红的建筑就出现在了许青的面前。 这建筑的大门与他见过的城珠幅很像, 但里面范围更大,数十个小楼林立间, 阵阵微压也从中扩散,镇压八方。 尤其是整体的颜色漆黑, 大门前的两尊石雕,模样猙獰, 好似人与兽的融合,仿佛罗刹,出目惊心。 门前冷清,行人往往在这里很远就绕路避开, 不敢靠近。 此刻在门口,有两个身穿灰色道袍的年轻修士, 一男一女,年龄都是二十左右,相貌寻常, 正懒洋洋的各自靠在门柱上, 打着哈气,四眉睡醒, 但在许青走来的一瞬, 二人立刻抬起头,目光如电,落在许青身上。 许青神色平静,在二人的目光下走来, 没有距离太近,与门口停顿, 他抱拳一败。 第七封弟子许青,奉命任职,来此报道。 新人,青年眼睛里露出一抹幽芒, 上下扫了扫许青, 但很快眼睛微微收缩, 似感受到了许青身上的不俗波动, 刚要开口,却被身边女同伴一把推开, 抢先走到了许青面前, 看着许青的脸露出柔美的笑容。 这位小师弟,不知来此何事呀? 人家都说了来此报道, 你还问何事? 青年似笑非笑, 那女修仿佛没听见这句话, 继续看着许青。 许青本能地退后几步, 她不喜欢与人距离很近, 此刻习惯性地观察二人, 尤其是在这一男一女两个修饰的脖子上, 本能地多看了几眼。 我猜会有很多少年少女们感慨, 许青终于洗澡了。 继续看着,